歡迎收看江Style頻道 我是江江 今天呢為大家介紹這個山上的女鬼 那遠方呢傳來的淒厲的哭聲啊 不曉得會是長什麼樣子 有點可怕 那麼我聽說啊這個在這個山上 晚上11點到凌晨12點的時候 那個遠看這個山會出現個女鬼喔 但是走近的話他要消失耶 然後呢這個岩石上面還寫著joke 據說這是黑色大梨花的一個女鬼 先用這個主機槍 近距離你看他頭是模糊的耶 而且他跟之前的女鬼不太一樣 那我們走近瞧一瞧看 OK我想可能是因為魔族的關係 看起來有模糊喔 他頭上還有這個 這應該是破圖吧 太好笑了 我們換另外一把槍好了 拉近距離看 拉近距離看 差點滑倒耶 這裡 他可能穿著那個dress 洋裝 等一下 因為我太靠近他他就會出現模糊了 這個位置剛好 可是如果拿這個狙擊槍的話 他就變模糊了耶 確定是什麼原因啊 這樣看又覺得還好 可是還是很模糊耶 黑色的dress 他眼睛紅紅的 還會發亮 可惜看不太清楚耶 再近距離看一下 沒有 一進去走進 他就開始模糊了 如果再拿這個的話呢 非常的模糊 但是 可以看到他眼睛真的是紅色的 他還有那個邊邊還有那個類似 不知道什麼東西在漂浮的樣子 再往前 他開始彈掉了耶 但是狙擊槍靠近他的話 他就會 有啦 這樣也比較清楚了 還是要靠近一點 哇塞 近距離看有點可怕 天啊 我在往前 他不見了 可是有槍的話 他又出現了 怪可怕的 天啊 欸 真的耶 這樣就看不到他了 我們再往前 然後再用這個狙擊槍 哦 這也太大了吧 天啊 超大的 這次女鬼讓你們看個夠啊 哇塞 他半透明耶 頭髮都透過去了 這個應該比上次那個還要漂亮多了吧 我們再往前一點 看他頭會更大一點 這次就不見了 真的不見了 ok 他這邊出現一個josh 不是joke 他應該是被人家推下去的 ok 那喜歡我這個影片呢 記得分享 按讚喔 也別忘了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